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现在的眼里只有球门 我们刚才也分析了 说这次进攻本来是很有希望的 但你看还没分析完 对方就抢到了球权 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 双方在拼抢中把球拼出了边界 借外球 攻入对方腹地了 这球传的它是卧底吗 收了钱了吗 顶着对面的比抢 在后场处理球 唐佳丽 唐佳丽 欧家晖 该取得领先了吧 好大 没有任何拳点 碰门得分 打门位置实在是太近了 门将也确实没有办法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成功甩开了防守 获得一次接外球 越位了越位了 这种失误就有点离谱了 中国女族弄丢了球权 安德里亚诺顿 把地马平脱 到了这个区域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门将的本职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队友就在身边 力量满分 这精准度 零分 东合起来嘛 因为没进 所以也只能给零分了 楼佳慧 唐佳丽 这个过定球直接掉下了防线后面 球进了 分岔扩大到了两个球 来看看进球的过程 也叫漂亮的过定球传到了危险区域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球打进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成功过掉了对手 把球铲出边线 对方获得一个接外球 对手在前场做出了一次威胁性传球 被防守队员及时破坏了 传给了王珊珊 刚才这个抢断十分关键 阿玛多 戴安娜仙吧 好球打门了 门将这下刻不轻松啊 这次是开了个短角球 安德雷亚诺顿 卡罗莱科斯塔 手门 画起了一次进区附近的攻门 这个球直接将球权送给了对手 拔角怒射 这球有了 现在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 这比赛有意思了 比赛被改写成了2比1 其实走边路选择不错 没能威胁球门 被对方抢断了 一次漂亮的铲球 在对方半场夺回球选 阿玛多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进攻 一角打门 上门路线上 还有个方式队员 张鑫 唐嘉丽 解围的质量还需要提 对手依然有可能继续威胁球门 角球 角球开了出来 方式队员试图解围 可是没有成功 球还在危险区域内 来一角 这球没能过门将这关啊 这种铺就复合大家对他的期待 嗯 角球 角球开出来 到了禁区中央 有机会 人气的一次铺就啊 嘿 好险啊 他们可得好好感谢门将 必须的 王霜的机会来了 门线就险啊 交给了吴海燕 进区内铲球要小心啊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他努力的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 裁判是以捕食一分钟 比赛还没结束 这总该扳平了吧 球进了 好球 球迷们的热情瞬间被点燃了 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 已经从两球落后追平比分了 再来欣赏一下进球过程 理论上门将应该完全守住进脚 但他就是找到了机会把球打进了球门 上半辆比赛结束 比赛进入中场休息 下半辆比赛开始 双方依然是平局 能给到队友吗 精彩的防守啊 王珊珊 唐嘉丽 她这种向前的能力啊 确实是球队所需要的 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 让开张瑞的处理 打破平局的机会 球进了 他们再次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看看他们进球前的这击较传递 完美地展示了TicTac足球的魅力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代球突破了对手 扳平的机会来了 好球 对手的领先钥匙没有持续太久 他们迅速扳平了比分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 给他掐的好处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拨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又回到平局了 双方实力真是步相上下 长转转移 往双 他们熟练的倒角真是精彩啊 直接顶到了门江的手中咯 这就是没什么威胁了 是啊 往双 上枪非常及时 破坏了对手一个很好的射门机会 解除了球门前的危机 两队今天踢得积极主动 在控球方面都是做了很多的文章 希望这股好势头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整点暴时啊 比赛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 还剩下三十分钟 往双 唐嘉丽 这么近距离的攻门啊 大家都跟着捏了一把汗啊 门将今天这个状态啊绝对是飘红的 非常极限地把球挡了出去 门将刚刚的表现可圈可点 罗嘉惠 全中球被对方后卫堵截了 张瑞 漂亮的扑就 替补要上场了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解围效果不好啊 手面碰到了球 危机还没解除 他在关键时候出现在了关键位置 破坏了对手关键的进攻机会 一次成功的抢断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边鲁现在很空 看他怎么处理 塔蒂亚娜平拖 机会来了 球朝着门将就去了 张新 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了最后的20分钟 防守队员出现的太及时了 破坏了对方的进攻 已经刹到前场了 这次进攻本来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 不过球还是被对手断走了 往双 给了对手啊 安德里亚诺顿 直接打门 来 这球没进啊 这很漂亮的一个铺就 化解了危机 这球先传给了队友 尝试攻门 球背门将拒之门外 传给前点接应的队友 双方拼抢很激烈 最终把球碰出了边线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黄双方拼抢也还没有放弃 放弃获胜的希望 打突是冷箭 但被防守队员拦了下来 这张黄牌给的是刚才的那次犯规 听共有力的情况下 优先 比方没有被改写门 降力功了 他是球队的弥赛亚 现在双方依旧是平局 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对 皮球的落点位置不远 警报还没有解除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这个球有机会啊 有机会领先 好饭不怕晚啊 又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乌尔热斯 这球和队友擦身而过 给了对手一个边线球 塔蒂亚娜平拖 直接是门 球被门将给抱住了 黄霜 哎哟 这是个红牌的动作呀 比赛还在进行有两分钟的上停不时 好的 全场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